近来国人被诱骗前往柬埔寨工作却遭人蛇集团控制 甚至摘除器官 立委武力华金凌晨在脸书发文透露 又有受骗孩子深夜平安返台 他说 从7月15日第一起人口贩运陈晴 到今天已经超过一个月 我们提供的线索 靠警方拦截救回了陈晴的五个孩子 加上透过赎金救回的 已经有11个孩子回来了 单元就位 他也透露 这个过程中 让他最难过的 就是面对家属筹挫不到钱的窘境 他很努力地提供免息借款 也希望有人可以伸出援手 武力华说 柬埔寨事件爆发后 引发了国际谴责 柬埔寨政府表示要扫荡黑心机房 而赎金从一个月前的80万 60万 30万 这二天的行情已经降到10万 苹果新闻网综合报道